古文之美,實際上它就是總共六 儲詞、漢富 然後在唐詩上面會顯示 宋詞、緣曲、明清小說 特別注意,這個東西 因為它分成三個部分 上面一個 中間一個 尾巴又一個 尾巴的話就是 去宣告它的什麼著作財產之類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APP的話 大概就是類似 這個是做網頁 因為我們 其中以前做網站的時間不夠 所以這一題沒講到 不過也沒有關係,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轉換成APP的話 該怎麼做 大概幾個方向 各位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去找 這個地方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 第 第三個階段 手機APP部分 那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也有一個 惡靈試題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惡靈試題的完成畫面 那 總共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結果 類似長這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的畫面呢 就是 上面 一個標題 叫 古文之美 那特別注意 中間這個東西呢 我要怎麼呈現會比較好 那比如說有 總共 六個朝代 那六個朝代 現在我做六個按鈕 那之前當然 我們也許是把那個 所謂的Netbar 導覽列 有一個是放上面 有一個是放下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把它放在 中間的話 他會做出來 因為你這個如果 把六個按鈕放上面或放下面 感覺怪怪的 為什麼太佔空間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六個按鈕 放在 中間 OK 那底下當然還是一樣 可以把這個圖也放進來 那做什麼呢 做超連結 如果我連結到儲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儲池部分 給繡出來 所以這邊會 跳出儲池 那我的需要是 我希望看到的是 連結的話 會有個儲池出現 然後一樣會有home 一樣會有下一頁 一樣會把這個中間的東西 顯示出來 但是 底下的這個 版權所有 還是要顯示出來 那當然其他總共六個頁面 應該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最好是你們自己再加上一些圖 如果說你今天的儲池 如果可以放個儲池的相關的 這個這個圖的話 感覺會更活潑一些些 那你儲池應該放什麼好呢 我想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也許放個什麼 放個屈原 或者放一個什麼 梨燒 九哥之類的東西 放在這邊 感覺會不太一樣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 主要的 我們要做的大概是長這樣 另外就是最後 因為上個禮拜有教到 如何把這個布景給改 顏色 像現在我是用 藍色 是內建的顏色 那最後當然你要怎麼樣 讓這個古文之美的顏色 搭配的更漂亮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所以等一下 一樣 我們步驟流程 第一個 做出來長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第二個的話 要怎麼做這個App 其實標準化流程 不外乎就怎麼樣 你就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 204的練習檔 把它解出來 它裡面會有這些 這些檔案 那不過不是全部都要 我們大概頂多就是要 這個Data 這個Data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是文字而已 包含儲詞 是什麼 漢富 唐詩 宋詞 元曲 明清小說 但是實際上 當然 請各位也自行再變化一下 因為它實在是放太少了吧 儲詞就這麼兩三句話就解決了 當然不是 所以呢 儲詞還有什麼 還有哪些代表的 文學作家 還有哪一些代表的作品 也許你可以怎麼樣 再自己去延伸一下 最後面 請各位 自行再去 把這個題目做一個變化 還有漢富 唐詩 宋詞 元曲 明清小說 那實際上這些東西呢 就是 文學史 裡面要讀的內容 我想你們讀的文學史裡面 不外乎就介紹這些 那你要怎麼去找到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這資料裡面當然包含文字 另外還有包含圖 影像部分 所以可能後續我想 這個延伸性還蠻大 那這一題呢跟我們實際上 我們的那個 課程還蠻有相關聯性 那另外還有 Images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一張大圖 然後這個底下是button 就是底下的版權所有 這個的話應該是用不到了 那還有另外這個 這個Media 這Media放了一個MP3 不過MP3不用啦 所以你基本上呢 可以把那個練習檔 留下兩個東西就好了 一個是 一個data 一個image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204的 練習資料夾 把它改APP好了 也許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要做網站 我們是要做app 所以請各位 把它修改一下 改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開啟 那個Juneweaver 把這個資料夾 新建一個網站 放進來 然後後面的動作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我們的目標呢 基本上就是做出 古文之美的app 那有個完成的畫面 當然這個是第1階段 第2階段就是 把布景主題 外觀 換個顏色 另外呢 請你把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這邊儲值 就這些文字 請你自己再去Google 找一下 也許是網路上維基百科 或者是其他的 請你再找 比較多一點的文字 那你可以這樣做啦 也許你可以 我們基本上的架構 就是類似像之前的那個 做法一定是一個home 一個首頁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有個home 然後延伸出來的話呢 底下會有 總共會有6個 對不對 底下會有6個 楚詞 漢富 對不對 然後唐詩 然後再來就是 宋詞 圓曲 明清小說 那當然底下 你是不是也可以再延伸 也許楚 你可以按照 什麼來分呢 也許 某一個 像區元 我想應該是 哪一些 文學作家 然後他的 哪一些介紹 也許你可以再延伸 對不對 可以更多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 這個古文之美 也許你可以就是 有點像是 文學史的app 但如果 其實我還蠻期待 有人去做這件事情的 如果有的話 其實對於一般人去了解 中國古代的一些文學 其實是很有 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裡請各位 稍微把這個 題目 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 也建一個 204app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 一個 古文之美這個網站 把它變成一個app 那基本上 架構 可以自己稍微動手做一下 因為這個流程 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樣 差別 只有 就是把那把 放在 中間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 試試看